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 那顿饭好吃吗 你故意的吧 我考虑了一下 可以跟你合作织务书院的项目 但有个条件 你把许一人开除了 不可能 为什么 你不是很恨他吗 就像恨你爸一样 还是我太自作多情了 这么多年 你根本就没有因为我恨过你爸 你想对我做什么都行 但请你离许人远一点 我以为你是来跟我谈合作的 我知道 你根本不想跟我合作 你约我出来 只是替他出戏的 那你还来 我不能原谅他 但是我更讨厌 不能原谅他的我 你终于知道你有多讨厌了是吧 我告诉你 我今天过来就是要说 我喜欢许一人 是那种很单纯的喜欢 你如果要继续闹别扭 趁早放手 说不定我更合适 不放 怎么 自己的玩具 不喜欢了就扔在一边 别人也不能碰是吗 他不是玩具 他是我唯一爱上的女人 唯一爱的女人 你就忍心看着他被虞情那种人欺负 你的爱可真是害人不浅 我跟你说过 我会抢走你所有东西 但现在我改主意了 我只要许一人 我会抢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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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可以帮我 你都会回来 我一直都会扔在那边 你和你喝喝 你也要拎我 我 tätä天啊 我才过来 我说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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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弟 我已经七天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了 我感觉我快要死了 小弟 到底要我怎样你才肯原谅我 你再不理我我就去死了 我真的去了 小弟 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我们谈谈吧 好好好 聊什么都行